字幕提供遊戲的新資訊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的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組裝神器 另外也提到Twitter上 發佈了 事前登錄三百萬人突破 為何事前登錄的獎勵 其實在Twitter上有提及 事前登錄的獎勵將會在9月中 隨便一天 我想是未來的日子 可能是9月18、19日 不知道的 它沒有提及 會有這些事前登錄的獎勵 沒錯 有回復藥十 然後有掩飾頭三個 還有萬油石三個 還有事前登錄紀念的綿莊 對 免布綿莊 還有石... 不是... 還有倉庫擴張500 然後還有雙倍材料的道具 即大家使用後有雙倍材料等等 這就是小消息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有兄弟問我 可能在未來日子更新時 就會順便發放 稍等吧 大家不用太緊張 對 一定有的 另外就是在巴哈網上 發現有一個很好用的砌裝神器 沒錯 鋪主是Semi 這位鋪主發佈了這個... 因為我看到很少人留言 我想大部份人都不知道有這個砌裝神器 就是鋪主自己開發的工具 如何好用呢 厲害了 真是極細心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日文 顧及所有語言 這三種語言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起碼有中文 讓我們懂得看吧 裡面很詳細 有武器 防具 即是頭 身 手 腰 腳 例如我想砌一套 想想想要什麼裝 如果我們想要大劍裝怎樣砌 首先我們要集中大劍 如果你想生命值強一點 想再擋幾下 我們便要精靈加護 如果覺得集中和精靈加護還未夠 我想再強一點 要弱點特效 打他的頭 會更痛 要集中精靈加護 弱點特效 我們可以下去看看 我們可以砌什麼呢 有毒妖鳥的身 頭 也是有集中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武器方面 浮空龍有精靈加護 G8 會去到2 精靈加護 腰 浮空龍 也可以去到G6 去到2 一共已經可以砌到4的精靈加護 如果現在還未夠 我們要集中 我們想砌到3 集中砌到3 可能用泥魚龍的腳比較好 看到泥龍的腳可以去到G6 去到2 然後我們剩下手 身 和頭 這樣選擇一選擇 精靈加護 現在有4 精靈加護 可能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不用再多了 我們再要弱點特效 弱點特效 2 用了火龍的身 現在剩下手了 要多個精靈加護 1 也可以 還可以用的 呃... 但是集中就沒那麼高 對 集中沒那麼高 不過我們推到精靈加護 去到5 便真的屈肌 對了 現在看到頭... 武器 頭 身 只差一個手 手基本上還沒加到東西 不過不要緊 我們找找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加工等等 其實旗閘 和耳塞都還可以 旗閘打後面都還蠻痛的 當然你說不是 我要迴避距離up 要來避也好 生存能力又高一點 整套裝就出來了 對 整套裝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了 配裝方面 這裡看可能有點亂 我們上來這裡配裝看看 浮空龍的武器 風飄龍的頭 火龍的手 飛雷龍的手 浮空龍的腰 以及泥龍的腳 我們可以看看 精靈加護去到5 受傷時 50%使傷害減低80% 兵攻擊這個就沒辦法了 對 組裝的時候一定要插進去 另外 弱點特效 攻擊弱點部位時 會心會增加25% 即是打了頭有25%的回心率 然後迴避距離up有2 迴避距離小腹現場 即是可以遠一點 另外還有完美回避強化 即是我們回避的時候 然後又可以用完美回避的時機掃場 即是我們被龍打的時候 可能只有0.5秒 可能要到0.6秒 這樣就有完美回避再反擊 其實也有用的 接著就到集中 不過我們集中去到2隻 集中儲力時間減少10% 太刀練氣時間減少10% 當然是背水防禦 體力25%以下 防禦會增加50% 其實整套裝就出來了 不過這套當然不是大劍最好的裝 這些你真的要找到自己需要的裝 我覺得會比較好 好 如果我們再想找另一套 我們全部關掉 接著選擇其他 可能我們選擇騙手吧 騙手可能要看破 連擊也有用 還有什麼呢 如果你想追求別人後面打的話 要一個奇襲也不錯 由武器開始看 奇襲有2個武器 G8也有奇襲 可以先按下毒妖鳥 先按下毒妖鳥 看破方面 頭可能只有1個 然後奇襲的大凶惡龍也有 接著連擊方面 黏火龍也有連擊2 有一個鎖定 我們不用撞掉的鎖定 可以選擇皮製頭 不過看破也沒有什麼好選擇了 因為現在快速砌 不是完美的裝 片酒不是完美的裝 先說一下 現在連擊2 我們到達3 連擊到達3 但有毒耐性 又是很偏差的 看破方面 我們還要用蘇鳥腳的... 對 看破2了 接著看看 我們的配裝有毒妖鳥武器 蘇鳥頭大凶惡龍的身 貼火手 貼火腰 接著是蘇鳥腳 全部出現了 攻擊魔物背後造成傷害加15% 看破加20%回心率 鎖定是鎖怪的部位 麻痺耐性不用看了 接著是連擊 短時間連續攻擊4秒內 攻擊力增強15% 這套片手裝就出來了 大家需要的就是這樣使用 大致上組裝就這樣組裝 我自己覺得的確挺好用的 不用慢慢看 因為如果我們在遊戲中看 沒錯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網站的話 可以留意畫面上 這個就是網址 我會在留言上 展示網址給大家 或者在說明欄上展示網址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用下 這個組裝模擬器 組裝神器 網頁左下角也會有作者 作者也在巴哈鋪了技能背裝器 我自己覺得相當好用 大家不知道覺得是否好用呢 又或者你組裝了什麼裝 不妨留個言 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